副总统赖清德高喊着要反黑金枪毒 但没想到大法官却认为 贩卖一级毒品最低行动无期徒刑起跳 这是部分违宪 而蓝银点名这是废死前哨战 更多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国会大现场的陈佑 国会大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立委赖世宝来到了现场 委员早安 我们来看到赖清德说要高喊反黑金枪毒 结果现在宪法法庭是直接打脸赖清德吗 因为原本在贩卖一级毒品的这些嫌犯 他们在判刑的时候最低行动都是无期徒刑起跳 结果我们的大法官做出了决定 他们觉得这个部分有部分违宪 因为是违反了比例原则 所以要求立法院要两年内修法 甚至这个行动还能够在减二分之一 委员你怎么看待这个大法官的作为 这个大法官是莫名其妙 他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其实如果你从政治的角度 你就能够解释了 他为什么今天丢出这个题目 原来贩卖一级毒品 他是唯一属刑最早的时候最早 后来才放宽为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那无期徒刑就可以假释啊 你做到一段时间表现如果可以 他就可以假释啊 所以他有生存的机会 好了 为什么说他们就一个政治的角度 他这个就是某种程度就等于把这个降下来 那死刑的机率就很低啊 那我是配合民进党整个的一个政治操作 他的思维就是FACE 他就在这个FACE的大的Ombrella底下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虽然在法律上他怕激怒选票 还没有进一步去修法FACE 我猜 我猜 以民进党现在口口声声所谓的什么进步啊 什么之类的啊 其实就是残害人权 他不是进步来爆发人权 他爆发这个来保护受害者 你可以想现在青少年吸毒的多少 一层以上 而且监狱里面关的大概五层左右是吸毒犯 这么严重 毒品泛滥在台湾各个角落 包括我们的校园 结果大法官做出这么荒唐的一个视线 只有一个原因嘛 就是说你部分违宪 叫你要修法 还怎么修 会趁这个机会把死刑拿掉啊 然后补起徒刑再降低啊 比如说最高二十年 最高三十年 两个都要降啊 修法怎么修你们去修 那就看啊 选举结果啊 他们如果赢的话死刑就被拿掉了 所以这等于是费死的前哨战一样啊 然后再加上这一阵子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三十几个死刑犯不执行 卡站谁那里 大法官 大法官 因为他们现在打宪法官死刑 大法官就收件你又摆着 不处理 就等于达到死子被死啊 然后他可以真正有词说 我可以制定死刑啊 可是他因为他走程序 走程序就是大法官 卡在大法官 他可以走非常少数 或者走宪法法庭 他走宪法法庭 他知道大法官就是他 他等于是一个毒贩以及犯罪者 最大的保护膳就是大法官 对啊 所以等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一次 怎么会变成是在保护贩毒的这些加害者 明明你这样子把这个毒品卖出去之后 是残害了多少个家庭 然后你现在居然来保护这些贩毒者 那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点 万一今天修法之后啊 单纯是用毒品者 也可以纳入这些零选 这就让大家觉得难道蔡政府 是现在要来抢这一些 吸毒者还有贩毒者的选票吗 这个吸毒贩毒人口 贩毒人口多少不知道啦 但是当然越来越多 只是他地下而已 那吸毒人越来越多 所以变成是让这些人 抢这些人的票 这些人听说已经在放鞭炮了 哇这个政府这么的慈善 慈美善慕的 连吸毒都没关系 连贩毒都没有关系 不要忘了不要忘了 我们的新法规定很清楚 制造毒品换售毒品还有转让 比如说现在我们就发现 有年轻的小孩子喝咖啡 咖啡里面放大麻 或者放安非他命 他也有事啊 那现在就把整个行动往下调降 什么意思啊 再搭配外溢间 他修法的时候 毒贩可以申请外溢间啊 没有被拿掉啊 整个你整个连串起来 你就发现他怎么毒货毒贩 对不对怎么会这样的样子 其实他这个都是在铺陈 他的进一步最重要的 费死 真的是看不懂怎么 我们的反毒会反成这个样子 在进一步来看 这些大法官都是民进党提名 所以委员就质疑 这难道会变恐龙法官吗 这到底是恐龙大法官啦 这个到底是这样 他现在大法官公信力 这次的失线以后荡然无蠢 他变成恐龙大法官 人民不会再信任 是好 我们今天谢谢委员的马冠雪茜 谢谢 我们可以看到 有关于这个贩卖毒品 以及毒品最低行动 从无期徒刑起跳 这个部分呢 居然是被宪法法庭认定 有部分违宪还要要求修法 但是我们不是都要来反毒吗 毕竟这个毒品危害家庭盛据嘛 刑政院长陈建仁 也站出来要反毒啊 结果怎么现在呢 会开始来针对这些贩毒者 希望来调降他们的行动 这个对社会上面的反毒 是有帮助的吗 我相信呢 这部分还是会在引起 非常大的一波讨论 想让我们接下来的国会最新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